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你可能聽過床邊故事 可是你有沒有曾經睡在劇院裡面 然後身邊有人跟你講故事 甚至故事裡的情節 會真實在旁邊上演呢 應該很少吧 如果你有這樣的經歷 那你一定知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一年一度的臺北兒童藝術節 而且今年兒一節的戶外演出 也很厲害喔 用兩個轉軸 讓頭頂香蕉的猴子玩具保持平衡 才能把蘋果送到對面 只要用彈簧瞄準射擊鱷魚造型玩具 就可以打到嘴巴裡面 螃蟹化身成競賽場地 小朋友奮力把球拍進對方的球門 這些都是來自加泰隆尼亞 坑坑槍槍槍工作室的作品 他們收集環保局不要的垃圾 花了十年 重新改造成各種互動裝置 大陸兒童藝術節邀請國內外藝術家 在剝皮寮历史街区 推出再生艺术展 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搜集4万个瓶盖 重新串接成两浮椅沙滩 深海为主题的拼贴画帘 并利用海洋废弃物布置展间 呼吁垃圾减量 以及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元素集合工作室则用瓦楞纸 以及零碎的纸片打成纸浆 结合正反堆叠的木箱 希望透过纸类再生的过程 呼吁民众别再砍树 而艺术家陈建志 更用回收厂的垃圾 搭起各种小房子 入口处就用电风扇的外框 搭配竹子建造出植物的家 外墙还可以翻转遮蔽太阳 旁边角落利用竹子搭起 近似工地樱架的小家宅 让小朋友进到里面 了解建筑的奥妙之处 很多东西实际上它还是很好用 但是它已经被回收了 当我们去回收厂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好多宝藏 当它离开它原本的使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些设计 是非常的独特 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作品 实际上都是我的脉络的一部分 这些艺术家带小朋友认识大自然 并且学会珍惜我们的土地 我们非常欢迎儿艺杰的副总监 刘丽婷 来到棚内 丽婷 你好 丽婷 你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看到的这些户外的装置 其实那天我们记者出去采访 他回来了之后就很忍不住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儿艺杰的户外的那些装置 都太难了 难到大人都没有办法完成 然后最后他就说 不然我们请那个设计 这个装置的艺术家来 自己来示范一下 对 他大概做了两次才成功 是有这么难吗 应该说没有那么简单 对 因为这次我们其实很高兴 就是邀请到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的这个团队 有一个叫Kan Kanka Kank工作室 他的名字叫Kata Krak 对 那这个工作室 你刚刚可以看到 他其实用人都是废气的一些东西 像背轮胎 洗衣机里面的滚筒 或是那种废气的垃圾筒 他们把这些东西呢 依照他的那个形状 去做成一种动物 但是他很特别是 他一定让这个东西是可以玩的 是可以互動的 就像剛剛那個 要把這一個球移到下一個 下一個地方 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種 不一樣的 很多機關 然後沒有一些齒輪 其實都不是太難的一種 一種原理 但他做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可能跟你原來的那種 就是對身體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做平衡 去練習 才有辦法完成那一關這樣子 是不是會小朋友比較容易成功 我自己在現場看 我都看到都是小朋友成功 對 我就有一次 我就看到小朋友成功 因為我剛剛已經踩那個 踩了差不多五下 都沒有成功 然後他踩一下就成功 我說那你可以告訴我怎麼做嗎 我就在他旁邊 他就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踩第一下 他教你 對 他就跟我說 展驗了 我踩第二下 就成功了 我就覺得這種事情 果真你知道 就是 我覺得小朋友搞不好 他的 他是很專心的 很專心的想要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們一定在那邊覺得說 怎麼這麼難弄 怎樣 大人可能還花了一點腦汁 想一些複雜的事 可是他們應該用 非常的直接的一些想法 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現場 現場真的很有趣 我有一個同學的那個小孩 他第一天去玩鍋 然後第二天他媽媽就引誘他 說你要去吃麥當勞 還是要去看那個 還是要玩兒一節的那個展覽 他就選擇他去看兒一節展覽 所以他去了第二次 他有闖關成功嗎 然後他應該有一些 我猜應該是有一些沒有傳覽成功 所以才會決定還要再去 心願未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我們希望傳達的 不只有就是說大家在那邊玩而已 希望他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很多東西 大家自己手邊就會有的 你原先要丟掉那些玩具們 是不是可以拿來做一些不一樣的改裝 他會有一些新的玩法 不要就是你要買玩具又丟這樣子 你看這些讓你可以玩這麼久的東西 他原來其實都是垃圾 對 那所以這個展覽叫做改頭換面 在深藝術裝飾展覽 他為了就是你要就是 你看到的東西都不是他原來的樣子 對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些電風扇 結果轉過來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對 剛剛好像有看到一個 就是這邊打來打去 他旁邊那兩個 其實是那個就是摩托車那種引擎的 那種摩托車旁邊那個引擎的蓋子有沒有 然後拿兩個出來 他把它做在旁邊 那就變成是那種螃蟹的腳一樣 對 就是其實很多種東西 那其實需要一點想像力 對 才可以把它改裝成那樣子 或者是說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是垃圾 還是你看到是一個鯊魚嘴巴之類的 就是你看如果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你當然就有辦法 就把它創作成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展覽不只在西班牙的這個團隊裡面 在其他的國內團隊裡面也是一樣 像元素集合剛剛也有看到 他們做塑造紙造術 那這個其實是他們用 因為他們做設計嘛 對 就是浪費最多是紙 邊邊角角紙一大堆都被浪費掉 他們覺得那這樣好像很浪費 所以他們把它打回紙漿有沒有 然後再塑造紙 對 塑造紙 紙再造去造樹 所以他們再把那些紙漿再去塑一些形 然後去做成那個童話故事裡面的主角 童話故事裡面的主角 每個都在做什麼 在種樹 所以其實他用了一個還滿有趣的概念 把他的手邊的 你知道就是手邊的那些廢材廢紙材 他就做了一個重新的創作 那像陳建制當然剛剛有看到一些很奇形怪狀的東西 對 竹子的啦 然後上面有植物的啦 或是最後是那個圓圓的那個 就是可以看到天空的那個 那個其實都是廢材 然後那個竹子它是從那個就是垃圾廠撿回來 回收廠撿回來的 可是小朋友真的可以鑽進去 真的可以 他用了一種結構的方式 因為他本身是建築師 所以他用了一個他們自己發明的那種結構方式 就這樣交叉 交叉 綁起來這樣 他就變成一個很堅固的像小樹屋一樣 小朋友可以跑進去 對 他可以進去裡面 感覺像是自己一個小基地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那種 就是說我又去買什麼樣的材料 來去做一個創作 其實都是用現成就有的 或甚至大家都覺得是垃圾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創作 那當然我們也覺得說 那個團隊既然來了 我們其實今年跟環保局的再生家具的師傅 他們一起合作 做那個專業的工作坊 所以我們結合了藝術家 結合了再生家具的師傅 我們跟環保局跟垃圾車去收集垃圾 收集了好幾天 而一杰還要做這種事我還滿驚訝的 對 就收集了好幾天 收集什麼被潭荒床 什麼電冰箱 什麼的 我們收集了一堆的 你知道這樣子大型的 大型的那個大型垃圾來 然後他們就是會花三天的時間 做出幾件台灣的作品 我們必須要更珍惜我們身邊的資源 對 用一些想像的方式 用一些藝術的方式 都可以創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嗯 今年就是會有西班牙的雜耍兄弟 他們用一種很簡單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沒有什麼太 你知道太 太多的絢麗的那種效果 可是他們的雜耍技巧很紮實 然後用一種非常輕鬆 非常風趣幽默的方式去呈現所有的作品 就會讓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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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